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到了2024年的星座运程时间 上次说过火象星座和土象星座 还有的就是风象味道 Benny师傅 没错 我们今天谈谈风象星座 风象星座分别有哪三个星座呢 有双子、天平和水平 没错 双子座不如我们今次谈谈 双子座今年在2024年 没有什么大的吉星 但我们通常都可以借这些星座 它借到今年也有多少星座的运气 就是人亚座 它借到对面有些火星、水星和金星的力量 也代表双子座的朋友 今年会保持着暗地里花、花、花、啤、啤 本来它的星座也是这样 它本来是明显地花、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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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很双子座 很喜欢别人去理它 甚至喜欢玩 新鲜感的星座 但今年我用暗地里 因为它本来今年应该不备受重置 但是由于有些暗的星座可以借一借 所以令到它有时做些东西出来 又被人看到 又不是真的差 假扮不经意还是真的不经意 没错 假扮不经意 假扮不经意 所以今年在2024年的课题 双子座要学习一件事 就是修炼 不要什么都这么经意 有时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可能这件事会对它更加好 好 不觉意拨一拨就算了 对 或者拨多一拨 不要拨第三拨 对 不要不作作 不要不作作 对 相似着我的朋友 今年我都说过 借到对面的公位 其实今年的财运 事业方面应该都不错 但是当然 我们也不建议它太大的投资风险 因为始终是借对方的力 所以双子座才好借 还得到才好借 小小的财运是有的 所以一些小的投资是可以的 譬如你今年是有兴趣 或者想置业 或者可能是买车 或者甚至买一些小小的投资 是不妨的 但是就记住 不要作一些大型的投资 或者是叫投资炒卖 根本就不适合双子座的朋友 明白明白 双子座的朋友 他本身不是一个很能选择 或者去选择的人 但是因为今年 运气都算不错 所以基本上 他点子冰冰都会做 所以善用这些小小的运气 今年你都会觉得挺好的 但是又要注意一件事 今年感情 人事方面 因为都挺多资多彩 而且我看到你今年 都有很多新的东西 新的项目 新的挑战 所以会令到另一半会有些投资 即投资你不是专注在我 本来他本来的性格也很难专注 一样东西 那就要看他的另一半 会不会有很多新鲜感 因为今年双子座的朋友 他也是比较跳脱铁 所以未必下下会留意到另一半 你真的要注意一下 所以作为双子座的另一半 我会提醒你 今年最好是多些新鲜感给对方 每天不同三算 很难有三算 一个星期都可以 如果每天不同都挺贵 这个都可以 接着我们来到天平座 天平座 好像你是天平座 很紧张 你多说一点 今年也没有什么好的新鲜 哎呀 有坏的东西可以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新鲜 因为今年天平座 最艰难的时间 应该已经过渡了 我们看他对公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影响到他 所以今年天平座 其实他是属于一个平稳的一年 而且最好就是要按捕牛斑 还有天平座的人 就是他有时做决定 都会有时未必那么耍脱 或者甚至乎他很兴用他的招 就是 好了慢动动 随便走出去 但是今年天平座 其实建议是什么呢 最好就是安分走己 就由一个零开始慢慢做上去 就不要跳步 而且也不建议天平座今年 在2024年里面跳得太多 如果你逐步逐步来的话 今年应该都会不错 期望可以年底有些收成 哦 即是慢慢地 稳步上扬 稳步上扬 但是如果当他一跳步 那就很容易会摔倒 好的 即是无论工作或者钱财方面也是这样 感情上他又会如何 感情上 天平座的朋友 今年如果未有对象的朋友 今年我就会建议 就是要多出街 竟然是这样 是的 因为真的要认识多些人 以及要多出一些宴会 以及会多了解自己想要什么 嗯 因为天平座的人 本身自己也是一个 你不可以说他 有些朋友说他是一个 比较容易自私的人 因为他看自己 嗯 但其实最主要是 因为他不了解自己要什么 嗯 可能想很久 想很久了 所以最好今年天平座的朋友 未有对象 最好主动认识多些 认识多些新的朋友 你有机会 可以了解自己多些 所以今年的课题 不是你要认识到什么对象 是你要学会了解自己有多少 嗯 这个是要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你才可以逐步逐步来 去最终达到你的目标 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是这样的 是的 接着我们也说 水平座的朋友 好水平座的朋友 还有今年整体这一年 应该是属于幸运的 哦 但是 它有一颗星 就无故地坐落在这一年的旁边 那颗星不是一颗特分之后的星 是叫土星 哦 土星是一颗毁灭之星 它会搞破坏 没错 即是说今年你预计了 有很多东西都是你预计的东西 但你不要预定 不要那么老定 不要那么老定 为什么 因为你预计是这样 突然间有机会有人搞破坏 嗯 又或者你本来安排好是这样 突然间又会变成另一样 所以土星的影响力是挺大的 嗯 亦都这么说的 土星亦都代表了 经常性 你会花费破财 哦 嗯 或者突然间那张椅烂了 你便要买一个 是 你便要做一个 所以会有很多突发的破坏 嗯 令到你今年都会很容易有些损失 嗯 好了 但是人身安全 今年的水瓶座 水瓶座 但是问题是花多了 是无辜的钱 不要紧 人身安全更重要 是的 好 花钱多了 花钱多了 情绪都会大起大落 不开心 会突然间 因为你永远都好像不平凡 他也很有趣 水瓶座的朋友 根本就不是平凡的人 真的吗 因为他人喜欢哭 大上大落 发脾气 情绪化 是一个很小朋友的小朋友 但是问题是今年由于土星坐落了 他更加会爆发 情绪就会生龙爆发 没错 所以他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这段时间已经受到影响了 这么快了 是的 整个年份 通常都会透明是最重要的 哎呀 哎呀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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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要的 可以的 我们有很大的包容 是 希望你能包容他 对呀 不要紧要 他花钱 我会担心一点 就是这样 那我们又说了 我之前也说了 火象 土象 和风象 只剩下一个属性 就是这个 水 水 对呀 水就是有池子水 那我们留下回分界了 来 庭 入睡